好了,來到這裏就講一件在香港發生的事 就是張恩宇議員 我會稱這個議員做一個隨口說議員 張恩宇有講大灣區發生的事 他之前是去劉慧卿的RTV節目接受訪問 說起大灣區的發展 張恩宇說的重點是找到自己城市發展的機遇 而不是將人送去哪裡 覺得不太說得通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副國級領導人昨天在Facebook點名 說他相確不同意張恩宇的觀點 還叫議員不如公費去大灣區遊學三個月 其實已經有一個議員隨口說的 其實我也覺得很慘 香港現在這樣 議員也是隨口說的 副國級領導人拿出來的建議 更加脫離群眾 為什麼說他更加脫離群眾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正面對的困難 是什麼 不是人們上去大灣區就沒有解決了香港正面對的困難 不是這樣的 那麼 梁振英就說 沒有人要將也不能夠將香港人送去哪裡 這個一定要說 梁振英她自己曾經說過 我不是冤枉她的 她曾經說過 有人想去英國給出賣機票送人去 她自己有說過這些話 好了 現在就說沒有人要將 或者也不能夠將那些人送去哪裡 我看到這樣的情況很可憐 我說這些話也是沒有人聽的 每一次說這些話也是沒有人聽的 但是 你看現在多嚴重 其實我也很希望中央動手 我覺得中央不一定會動手 但是我很希望中央看到這樣的情況 議員也是這樣 副國級領導人也是這樣 也不知道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 Garfield Liu 不是說錯了 不是Gary 因為張欣宇的英文名叫Gary 不好意思 Garfield Liu 多謝你的支持 這個 張欣宇當然是 在網上又馬上回應 得到CY和關注和指點 有國家級政策討論的機會感到十分榮幸 其實這傢伙 我覺得也是 是不太妥的 老實說 因為 有些事情 他說得出來 他說 在自己的城市 找到發展的機遇 還有要找到自己的城市發展的機遇 這些其實是沒有錯的 如果你說送去哪裡 其實 這裡是說多了 我覺得 其實大灣區的情況 大家都要找到整個發展藍圖的機遇 你要看看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有很多人的定位 只能在香港賺到錢 那些人就留在香港 有部分人的定位 可能是在大灣區不同的地方都能賺到錢 他們就自己去 這個要自由流動才行 當然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那些人可以自由流動 還有 有其他配套的政策 副國級領導人 其實他有很多事情 他是可以幫忙搞的 其實是 你說他沒有權 他是政協的 但是 很坦白說 沒錯 沒有實權 但是 嚴格來說 廣東省的人看到梁振英 都要叫梁振英做領導 因為級別是不同的 雖然有虛職和實職的分別 廣東省的人看到梁振英都要叫梁振英做領導 為什麼要這樣的安排 其實就是希望 梁振英先生或者董建華先生 為什麼要做政協副主席 就是讓他有一個級別 可以跟其他省級的官員 容易說話 因為起碼尊重是要的 省級的官員 看到一個高級的領導人 梁振英其實是有說的 要破除偏見 就說如果有港人 有意去大灣區廣東城市發展 他們就有責任 為他們解決稅率子女教育投票的問題 其實 這個問題 就是 立法會的責任 立法會和特區政府是有責任 是要幫香港人在內地解決 就是教稅子女教育和投票的問題 這個梁振英沒有說錯的 這個是沒有說錯的 但是 他叫議員去遊學三個月 就會引起很大的民怨 為什麼呢? 現在市面上 每個人都在討論 這些傢伙又加薪 這樣的逆市情況 你GDP其實是 香港跌了 這是我們之前有說過的 數據很差 經濟好不好的時候 你們這些立法會議員就加薪 其實很多人心裡有怨氣 現在不敢發聲 因為 覺得可能 不是 我一發聲就會被那些議員說 我犯了國安法 我會死 我會糟糕 現在搞到社會 所以就是有些人敢怒而不敢言 其實就是 我們說很嚴重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當然是朋友說 公開說不行 Facebook也不能說 現在很害怕 但問題就是 你看到這個社會 現在有一些人 把持了 其實他們隨口說的 梁振英的建議都是長 其實他有沒有責任 梁振英在這件事上 搞大灣區有沒有責任 他作為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其實他是有一定程度的責任去搞的 他不是做KOL的 他不單純是KOL 如果他要做事 他下手下腳是可以做得到的 對不對 先看看 梁振英他有說到 香港經濟結構狹窄 港人不了解 不考慮 周邊城市的發展機遇 會成為街坊小馬雀 這個說法又不同 有不同特區政府的說法 特區政府說到 香港的機遇很多 現在還有很多優勢 你說香港經濟結構狹窄 是不是 那你做金融 金融這個是優勢的 其實到現在也是 那當然現在你說 喔不 現在的錢很多 走了去新加坡 所以這個優勢開始沒有 其實我都講過 如果香港要融入大陣區 唯一的方法就 是搞搞一些高科技 但是當然 高科技香港 其實就沒有這個底運 就是說那個城市裏 其實就沒有什麽人 坐在這裏搞高科技 香港有些什麽人搞高科技呢 現在有些人 就去籍谷搞高科技 其實 如果去植谷公司的总部看看 有很多唐人的 唐人里面有台湾人 有香港人 有内地人 有没有办法可以令到 在植谷搞科技的人 回到香港 有没有办法可以令到他这样 有些事情是搞政策的人 是要想这些的 你要有诱因给他们回来 现在在美国也有一个 我看了很多次 一个很出名的 顏值都颇高的科学家 现在很多人都有说他 就是清华女神 顏领 宣布回到国内 你香港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 叫一些旅居海外 而是有些食力的港人 就回到香港 对吧 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政协也好 什么都好 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人大也好 和特区的议员也好 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Teresa雷就说 香港即食文化 文化比较难搞科技 其实不是的 香港其实也有些人在搞 我们一直都有朋友 在香港是做科技的 但是 他们很惨 你知道吗 他们坚持做是被人笑很蠢的 因为赚不到钱 如果你用赚钱的角度来说 其实做科技的人很惨 在香港来说 他赚钱一定比做金融的人 我讲一句真话给大家 我们自己有朋友 也有些朋友 当然没有坚持 就转了去做投行 为什么可以说 为什么做科研的人 会去做投行呢 是的 因为做科研的人 其实那些数学 那些物理都很厉害 只是说算数 那你投行也是要这些人的 其实现实就是这样 你看看 现在的社会 你整体有没有一个土壤 可以让这些搞科研的人 在香港做 其实 没有 你说会不会回到内地做 其实这些事情 我认为 都是有得搞的 但是 你们有些政策去配合 其实梁振英 有些事情没有说错 我也要说一下 梁振英 他是很喜欢随口说的 但是 他其实有责任去做 有些事情 那他有没有做呢 这个问题就是 我自己 就打个问号 其实一直都是 当然有些人说 不是 你针对梁振英 我们知道你这个台 你这个人最喜欢 针对梁振英 我其实也要澄清 我真的没有 针对梁振英 很多东西 我就一件事去说 尤其是 张恩宇这件事 其实 你说我是针对梁振英 那这个真的非常冤枉 真的非常非常冤枉 那这个张恩宇 他就说 他自己童年 就在蛇口工业区度过的 上大之后 就知道CY 就经常去蛇口 为工业区 带来很多先进的管理经验 其实这些是拆他鞋 其实CY 带了什么去内地呢 就是那套 就是拍地那套制度 其实其他东西就没有他份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拍地那套制度 老实实 那套制度 现在都要为人救病了 哈哈哈哈 为工业区带来很多先进管理经验 随着蛇口发展迅速 令他们有走南闯北的机会 和本领 这样说 蛇口发展迅速 其实有很多人有功劳 但是你说CY 即是他的功劳大不大 那我这样说 CY他有功劳 但是你说 是不是靠他才有蛇口呢 那不是的 就是我都要说 Garry就认同政府和议会 需要在具体政策层面上 解决青年人遇到的问题 说愿意闯出去的人 打通重重壁垒和障碍 创造有利条件 又说CY是长辈 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向他学习 那这些 就是 很坦白说 门面说话 是这样 我就认为是 因为其实实际上 他们的议员有没有说 怎样关注 就是 香港的青年在大湾区 怎样有 就是创造其他机遇 你和其他那些 法律的配套 就是立法会主要是说法律 那你这个法律配套 政策的配套 政府政策的配套 政府政策的配套 都可以在立法会提出 他们的议员有没有做这些 其实是没有的 而且你现在 就是我觉得梁振英最有问题 就是叫那些议员去游行 其实 说真的 你在社会里打滚了一段时间 大概知道 大湾区 其实缺了些什么 还有大湾区很明显的 龙头城市 就是广州 我说过很多次 很多人说不是 是深圳 我们说过 其实很明显的 你看整个规划 一定是 广州是有特别大的优势 因为广州 现在是不断做大自己的 广州是默默耕耘的 我经常说 香港的政府 有很多政策 你要看着广州深圳去做 广州深圳做某些事情 就算觉得这件事 没有用的 看你上来 好像那些 国际健康疫站 那些有什么用 人家做了 你一定要跟着去做 现在是大事到不得了 哈哈哈哈 Camp Home Low就说 香港人去植谷工作 做科研 香港政府也没有陪到 但是香港人在植谷 找很多钱的 有些 我的理解 有些人是 找四五十万美金一年 四五十万美金一年 都不是很多 我就觉得很多 四五十万美金一年 如果你做科研 你找到四五十万美金一年 其实算不错的了 因为我的理解就是 一年很多钱 对我来说 那 香港藝民就说 没有必要刻意叫外流 香港人回流 反而没有人回来 要做好自己 稳定自己的肩脚 由止战回归 这个就是内地的做法 你看看内地 为什么 刚才我说的眼灵 会回到内地 其实就一定是 在国内的机遇会好些 其实就 其实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 你说 要让人看到香港 要有机遇 才可以 就是这样说 你虎国级领导人 做KOL的态度 去说这些事 其实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实际做出来 其实就没有 其实就 Candice Chow 就说 就说 整班都是马屁精议员 从来没有为民生 作出任何贡献 那 拖得起 港姐一个月 在香港好 那班立法会议员 其实就好不过立法会议员 因为立法会议员严格来说 没有什么支出的 还有税 没有在美国那么高的 所以你说 你纯粹是否 赚多些钱 又会回到一个地方 其实就不是 真的不是的 你要在那个地方 本身有这个 搞科技的土壤之得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是说 你看到整件事 就是 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什么 老实说 那些大湾区 其实是一个机遇 但是 香港的定位 和 政府有没有 认真研究 不同城市的定位 是什么 其实每个城市 都是会 研究一下 其他城市做什么 然后自己制定一些政策 去找一些空隙 那香港当然 是做金融 但是金融这个 也是出了问题 这个我们也要说 你说是否完全没有东西 那我告诉大家 不是 现在那个环境 其实也有很多事情 不是很坏 拖拖车他有留言 他说 大疆向深圳设计 是因为 当地配套比香港好 那么 那 那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 就有些晶片 就可能 就不可以上去内地 那那些晶片 究竟可不可以来香港呢 现在是不知道的 就是 这个就是 美国商务部 出了那个晶片制裁 那个问题 就是 你不供给一些 内地的公司 不要紧 你会不会供给香港公司呢 现在是 不知道的 就是现在这个 跟美国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也要说 就是 就是 很老实 就是 有些事情 现在看起来不是乐观的 因为 现在在搞那班人呢 给不了信心很多人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那 拖得车又说了 中央已经定位了 香港搞金融了 现在有得搞才行的 你说想转型 创科要多方便复合 其实 香港 你说中央定了位 香港一定要搞金融 这个不是 我可以看到的政策文件 就已经不是纯粹是这样 就是 觉得 拖得车 香港只可以搞金融 这个不是中央的政策 是你说中央的政策是这样的 中央的政策没有过 香港不可以搞创科的 我也告诉大家 就是 就是 我看到有时候 出这些这么误度的东西 其实不是好 好 就是 就是 HAPPY WONDER 我觉得你们有听的 当然 但是我说的话 就是 不是听不听 这么简单 就是希望大家做多一步 因为 你可以看一下其他的 大家的情况 就是我都要说 不是 就是 纯粹是说自己 我都要说回 就是这个 HAPPY WONDER 就是有时候 我知道 我明白你有意见的 但是 有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说 为什么要叫大家帮忙 也是 有其他压力 所以我都要跟大家说 就是这样 好了 说到这里 差不多 就是我见到HAPPY WONDER 讲的东西 我其实 我说真的 我不是针对你们的 可能你听到我说的 就觉得 就是有点不开心 我在这和大家道歉 但是 有些东西 为什么我 在节目开始 一定要讲 其实就是 没办法 你 你留意一下其他的数字 就是说真的 我知道你说没有私人时间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我不是不明白 但是问题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走多一步 是不是 好了 回应另一个朋友 就是Tricia 她说澳门 澳门可不可以 做其他东西 澳门不是 曾经说过 搞一些金融的东西 就是你说 澳门是不是只是搞倒业 其实现在已经 不是的了 澳门都会搞其他东西 就是澳门 旅游岛 可能她还会搞 搞回展 但是她搞不搞到 是另外一样东西 她会不会尝试去搞 我觉得澳门 她们也会尝试去搞 其实就 很多车你说的东西 我都要拼拼一下 深圳没错 很多人觉得是 创科龙头 但是 你看一下 在内地 其实有没有其他地方都有创科 其实是有的 国内不仅是一个深圳做创科的 还有你说在大湾区 你说会不会 只是 在深圳可以做创科 其他地方不能做 不是这样的 你自己看看广州 他们在想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 你留言的时候 你先看看 其他城市的想法 它是怎么做的 就要看看 广州他们的政策 是怎么想的 你自己去看一看 如果我在这里 如果要再说 我会很辛苦 说真的 已经没有人听了 这些很沉悶 说了这些政策性的东西 如果 我要在这里搞 再说一次 不是很难的 如果你要说 中央是什么 其实我是 针对你这些东西去说 如果你要了解了 整个地方发展的情况 是什么 你不会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 那 郑德华他说得对 这个科创全大城市都有 可以的 香港 香港不是不搞的 是不是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休息一会 回来 稍后再说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在这些地方 每次子多都要 你可以 每次 都要 做 其实 的 王者 在这些地方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